大家好,今天早上起来刷新闻,有两条消息我觉得值得聊一下 第一个就是3月14号两会闭幕了 第二个就是和郭文贵先生合作在互联网上直播爆料的明镜电视 他的YouTube频道被暂时关闭了 这两个事情之间是不是存在着某种联系呢 那咱们今天来探讨一下 首先呢,咱们来说两会啊 因为3月14号是两会的最后一天 咱们好像还没有专门去谈过今年的两会 本届两会的最大槽点就是吐槽的槽 它就是产生于两会结束前的几天之内 人大会议的最大槽点就是大理四卿周世强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先生3月12号星期天 代表最高法院对人大做报告 他居然把打压维权律师作为他的政绩 以所谓审结周世锋颠覆国家政权罪 作为他政绩的第一项的内容 周世锋是谁可能有的朋友还不太清楚 他是北京世锋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 他代表里过的比较知名的案件 有代理三路奶粉受害者家属控告三路集团 以及他带领过一些法轮功案件 在2015年抓捕维权律师的过程中 他是一个重点打击对象 所以以镇压律师作为法院的第一项政绩 以破坏法治作为法治建设的最大成果 周强先生再度刷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荒谬指数 政协会议的最大槽点是在13号政协闭幕会议上 梁振英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梁振英治港这五年 他不是一个什么乏善可陈的问题 那简直说得上是天怒人怨了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去详细说 但是呢他以高票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有人问是不是这意味着梁振英可以像董建华一样 到政协去安享尊荣养老了呢 这还真的很难说 因为苏荣不也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吗 不是后来也栽了吗 主要看接下来的政治斗争需不需要 特别梁振英他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是一个比较密切的协作关系 等他这个老上级张德江在十九大上卸任以后 他今后会怎么样 我们再看下文 我正觉得这两会消息完全没有可看之时呢 有香港媒体报道了两个政协委员的声音 还是让我觉得眼前一亮 一个是崔永元 批判农业部的新闻发布会是烂调重谈 谎话连篇 他还批判了国内的新闻审查制度 另一位呢是来自于社科院的张鸿鸣 那这第二位呢我觉得尤其需要点赞一下 张鸿鸣批评两高的就是最高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批评两高的报告里面只字不提雷洋案 不提炎黄春秋被违法强占案 以及不提毛左对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向超的人身攻击 在这个时候能为炎黄春秋和邓向超打报不平 实属难得 而且这张鸿鸣确实很会挑 你看他挑的这几个案子呢 都非常具有代表性 非常能够反映当前法治的现状 你看他挑雷洋案 犯案的警察最后不予起诉嘛 只做党内处分 这就是检察院的不作为 炎黄春秋被他的上级机构 中国艺术研究院违法强占 就是违反合同强占 你不管这到底谁在理不在理吧 但是炎黄春秋去控告 法院居然不予立案 他连受理都不受理 那这就是法院的不作为 邓向超被人身攻击 没有受到任何保护 纵容毛左破坏社会秩序 这是公安的不作为 你看这三个事情一列举 公检法全都包括进去了 那中国法治的现状是什么 就昭然若揭了对不对 这也让人看到当前 中国社会的所谓精英阶层里面 健康势力并没有完全绝迹 但是他们确实被严重的边缘化 那我猜想像张红明和崔永元 在他们这一届政协委员的任期满了以后 以后也不会再有机会到两会来发声了 但是在当前这么一个万马其音的环境当中 敢讲几句真话还是值得点赞的 现在说第二个消息 就是我一早上起来 看到有人给我这个发信息 说明镜电视的YouTube频道被封了 我去查了一下 他YouTube上面的提示信息是说 这个内容可能涉及到deceptive practice misleading content 就是可能涉及什么欺骗性的做法呀 误导性的内容啊 所以就把它给停掉了 然后我去问了一下 这方面比较有经验的人 人家告诉我说谷歌啊 其实他不太能够对内容做什么鉴别 因为现在YouTube也被谷歌收购了嘛 每天在这个YouTube上面 都有很多文种的 几十万上百万的视频被上传上去 所以他对内容也很难做出什么鉴别 但是他的这个判断标准 就是如果他短时间内 收到来自很多IP的投诉 就是投诉这段视频 有什么欺骗性啊 有什么误导性啊 或者有什么暴力内容啊 他就会暂时把这个视频内容下线 审查一下 那么我听说 现在有很多网络公司 也可以制造假的点击 假的反馈 你只要花钱去买就可以 那么我想这个事情 就留给谷歌去审查吧 也许再过几天 明镜的YouTube频道又恢复了 我们可以再等等看 那么两会结束和明镜被封 这俩事有联系吗 我想郭文贵先生选择在两会期间爆料 就是在制造联系 有的时候啊 这个大家有个感觉 就是中共看起来 他是刀枪不入 油盐不尽的 就是谁说他 他都不在乎 他就干他的 我行我素 其实这很可能是一个错误印象 其实呢 他是高度敏感的 反应也是很快的 我相信郭文贵的两次爆料 很快就传遍了中共的高层 他们也是专门有人监控海外媒体 监控海外舆论的一举一动 第一次爆料之后 明镜电视很快受到了网络攻击 所以第二次爆料以后呢 就是他的YouTube频道又被下线 这些反应啊 其实还算在我的意料之中 那么有些时候 他的反应之快 还真的有点超出我的意料 像上次咱们说 百度的董事长李彦宏被边控 这是博文社报道出来的 对吧 那么第二天 百度就发辟谣声明了 说向有关部门报告 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后 他要辟谣 还要采取法律维权行动 你看他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完成了和政府部门的沟通 和做出决定这一系列动作 其实他的反应是很快的 他对这个海外信息的监控是非常灵敏的 那么导致明镜现在处境的是哪种力量呢 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啊 我们还很难笼统的说 就是中共怎么怎么样 因为中共里面也确实有不同的利益团体 不同的派系 因为郭先生在第二次爆料里面呢 牵扯出的是李源潮和贺国强 随后几天 又有朋友给我转发一些消息 说郭先生在他的推特上 夸赞薄熙来和周永康乃是智势之能臣啊 有多次把中纪委比喻成东厂 要知道薄熙来是上一届中纪委拿下来的 贺国强是与有利焉是出了利的 周永康是本届中纪委拿下来的 郭先生一直赞不绝口的前国安部副部长马健 也是本届中纪委拿下来的 而他一直批判的财新的主编胡舒立 是本届中纪委的传声筒 而郭先生现在又一再在推特上 把中纪委比喻为东厂 所以郭先生的本意到底是支持习王反腐 还是真的得到了某些老领导的受益 在释放压力 最终其实是在向中纪委释放压力呢 这就是很令人存疑了 就是真的是惹人猜测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我觉得能爆料本身是件好事 它能够让这个权力的黑箱透进一点光亮 让人们看到这里面的腐败和残酷 这本身是一件好事 那咱们说了很多很复杂的事啊 把人脑袋有点绕晕了 咱们最后说点简单的 昨天有网友告诉我呀 这事很好玩 说这个YouTube上面出现了一个假文章 就是有人模仿我这个YouTube频道的名称 文章谈古论金 在后面呢又加上了HD 这两个英文字母 然后这个YouTube频道在短时间内上传了大量视频 那全都是与我无关的 也许用这个名字上传的视频越多 在搜索中出现的概率越大 如果以后有人在谷歌上在YouTube上搜索 文章谈古论金这几个字 就会导向到他那边去吧 那么我已经向YouTube写了这个举报信去报告了 但是今天看他们好像还没来得及处理 那咱们过几天再看看 这个事情呢还是让我有点意外 因为我觉得不至于嘛 对吧 所以大家看到我就是一个home video 我这个制作的都很粗糙 是属于家庭手工作坊 不至于引起宣传部门领导的这么重视吧 对吧 今天出了一个假的 那明天后天也可能还会出别的 所以借这个机会呢 我也向能够花时间来支持我的朋友们呢 声明一下 就是说我在YouTube上这个频道呢 就这一个没有第二个 就是文章谈古论金 没有第二个 所以在明镜中招的时候 我也小小的中了一招 目前还对我无伤大呀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也给我整个更大的 所以最后呢 还是希望明镜电视能够尽快在YouTube上恢复播出 咱们海外言论自由的这个环境能够得到维持 谢谢大家 咱们今天就聊这吧